大家好 禮拜四就是24節期中的雙降 这个很有名 不过在台湾大多数地方是看不到 在火锅店才看得到 进入双降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早晚温差会变得很大 我们生活都会面临调整 但是我们很多的雾命也要跟着调整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冷气 冷气在夏天用得到 这个时候越用的机会很少 建议大家可以清洗一下滤网 进行冷气的清洁跟保养 把它用大的遮罩给它造起来 不要灰尘进去 也可以把电源插头拔掉 可以省下不少不用的电 另外一个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 要配着天气来调整穿着还有饮食 这个时候用洋葱式的穿法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这时候开始 大家喜欢喝这种温的或是热的水 这个时候家里面的电热水器是蛮耗电的 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定时器 不在家的时候或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 这可以省不少电喔 因为这个里面常常统计上 这个是家里面耗电最大的气聚 就是这个电热水器 最重要的是说这时候有时候忽冷忽热 有时候很湿冷 特别是北部建议大家可以衣服洗完之后 等到半干之后再来烘 这个会更省电 一点点的这个改变 我们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耗费地球的资源 那这几天呢持续东北风的天气 北东周四周五水气见真 薄罗伊台风成为一个强台 但是对我们东亚没有影响 大家可以放心 留意温差大 然后最近逐渐在换季当中 各位可以看其实这个薄罗伊台风 台风也一下就冒起来 长得好快 还好离我们很远 整个外游环流都没有什么影响 对日本来说的话 它会慢慢的往北走 所以预计呢 其实大概未来两三天 从日本东南部的海面通过 还好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日本最近在秋天 也会面临到类似我们共伴效应的现象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这个雨势 未来我们台湾天气 大概都是持续维持的 礼拜三很晴朗 礼拜四东北部偶真雨 礼拜五六要看有雨或没雨 稍微有点小变化 但是天气大致上还不错 最近都是这样五年的天气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